昨天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公佈了 會在勞福局牽頭有個工作小組 今天引起了一些誤會 用一個勞福局的工作小組 等於一個這麼大的公共衛生危機的全面檢討 我在這裡呈稱不是 那個工作小組的目的就是目前我們仍然覺得 在照顧安路院舍的長者 避免他們感染或者他們感染之後 能夠第一時間獲得隔離和治療 是有改善的空間 我們也覺得今天有些院舍 他們在院舍裡面的裝備 特別是通風的系統有改善的空間 但這個不是替代了 早前我說有開放態度的檢討委員會 我仍然是這個立場 我覺得一個這麼大的公共衛生危機 涉及了相當多的死亡個案 而我在這裡也對每一位離世的人士 他的家人是至於深切的慰問 所以是值得一個全面的檢討 我早前都是提剛揭令說了 檢討的範圍可以很闊的 包括我們的醫療、福利、衛生 這幾個系統的互動和連接是否做得好 也包括我們醫院管理局四十幾間醫院 現在這種比較分聯網 來提供治療 在一個公共衛生危機是否最佳呢 這次就證明要定點醫院才是最佳的安排 我曾經親自處理過不下訴訟 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要我寫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範圍 都是一個非常廣泛 亦希望一個非常深入的調查 但是這個現在我們還在疫情的期間 而且都未能夠完全可以有信心 在短期內會走出這個疫情 所以作為現任的行政長官 我就真的不覺得現在應該去分心處理 一個這麼大規模的調查 相信下一屆政府是會認真處理的 如果下一屆政府需要本人 作為這次抗疫的主體負責人提供意見 我很樂意提供意見 他應該到時不會說自己 給予意見自己的嘛 花了六千多億 超過百幾萬人奶爺 還有幾千人先升了 醫療系統崩潰 病了又沒得醫 這條契弟還笑笑口 還想提供意見 臉皮真的比Temple哥更厚 至於誰做其實都沒所謂 都是做代言人的 不過千萬不要李公公 你要知道他的樣子多英俊 完全搞不定 麻煩觀眾踴躍留言 一有新消息再同大家報道 多謝大家的臂面 喜歡就訂閱、分享 就這樣再見 再見